公共工程委员会副主委陈维祥与农业部水保署、经济部水利署以及主计总处 专程前往大同乐水部落旁的马伦西上游2号坝来视察这次台米风灾的灾害 由于台风强降于溪水暴涨上游崩塌地土石下移堆积 造成了坝体的损伤包括主坝被掏空、副坝损坏、铺岸冲刷受损等等情形 付出的要求在规划设计上务必深入了解自灾原因以及一并考量周边环境的脆弱因子 做出整体的复建规划以其发挥有效的复建工程 我想灾后的复建当然是说如果从紧急性的到目前 这个复坝看起来是虽然有发挥功能但它就是造成毁损嘛 那第一阶段当然就先从复坝的部分 重新来规划依照这个后来那个新坝的那个经验 我想重新来思考 那至于上下游的整治 那是比较长期的计划 可能后面要搭配一起来做啦 所以我们目前我想比较紧急的应该是从这个复坝的这部分来做起这样子 那它的程度都要在这里 希望规划上因为这比较属于专业的啊 我就是说我们希望做事要有达到效果嘛 副主委期望马伦西上游2号罢了灾后复建工程 务必要加强强度达到防洪减灾功效 并让下游的既有公共设施可以来延售 以避免公共设施重复受灾或扩大 宜蘭新闻记者石世明 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